第一次国股推介是新州国际2313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 原因是港股继续受压 主要受到人民币趋弱影响 投资策略上 资金派入受为人民币贬值板块 好像是出口占比较高的股份 跟板块对比的话 出口比重较多的股份 明显是跑赢并强于大市 相反内需比重大的股份就跑输大市 股份可以留意新州国际 新州是悠闲及运动服装代工生产 并出口到海外市场的製造商 对比内地品牌李宁和安踏 新州受为人民币贬值 新州去年七成半价销售额来自海外市场 人民币贬值不单加强出口竞争力 带动海外销售提升营业额 同时成本相应下降提升利润 从销售来看 瑞讯说5月份内地传统电商平台的 运动服饰销售额 岸年增加1% 岸品牌分析 Nike线上招售岸年增加69% 岸踏整体增长3% 李宁跌3% 国际体育品牌在内地表现 明显跑赢本土品牌 对于Nike主要代工厂商 新州价影响更为正面 策略上 新州国际股价升穿下降轨 目前运行到4月的密集区 阻力位大约75元的水平 突破有望上市84元区 马回吐适宜守住70元 你个人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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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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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